好的 來 這題所有的女性觀眾朋友 請你密切注意 黃老師 請告訴我們 哪種守面相的男人 真的會把女人害得 人才兩失 很傷心 我覺得也不能這樣問 應該是哪種男人 他很專情 但是最後還是把人家害得 這個 你怎麼會告訴你 前面都有認真過就對了 對啦 也是有真心 好 我們現在是用 男人的長相來看 才會讓女人人才兩失的 我列了四個特徵 任何一項都算 那小斌 יותר circ 6 仔劍 Care 自己觀察一下 你的身邊的 不知道是像一個密예老師 還是像一個明嘴人 等一下我收聽 好 好不好 好 我們看第一項 第一項大概是 這四項裡面最明顯的 是什麼 就是這個男人的長相 他的鼻子有明顯的瑕疵 什麼叫明顯的瑕疵 例如說歪掉 從正面看它有點側歪掉了 或者第二個尖尖 這個鼻尖很尖 或的第三起結 就這個地方有一個結 啊 筆卡索 那是女人害的人才良 然後八就是鼻子上面有受傷 等等之類的 這是有明顯的瑕疵 一點點的小瑕疵不算 大瑕疵的話 它就有這種可能 因為鼻子首先第一個 我們講男人用鼻子看老婆 女人用鼻子看老公 有這樣的說法 那麼他既然鼻子有明顯瑕疵 他就會害他的老婆 可能發生不好的事情 那如果平衡是後天 如果站在後面還是拔倒 後天例如說是打到的歪掉 比較沒有關係 有些人是先天的歪掉 先天歪的比較嚴重 有人先天就生了嗎 當然有啊 像這起節都是先天的 很少後天 當然也有後天的 先天的很多 那疤呢 疤的話那就是受傷了 沒有話講了 這個疤痕就受傷 後天造成還是多少有一點影響 對 多少影響 另外我們知道鼻子又代表財博 它又代表老公老婆 所以變成人才 人才都是在鼻子裡面顯現出來 在我們人像學裡面 所以你觀察 或者你要嫁一個老公 觀察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如果太明顯的瑕疵的話 你還要再多考慮多考慮 老師你是建議多考慮喔 你知道他已經喜歡上了怎麼辦 懷了雙胞胎了你怎麼辦 已經愛上去了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說你還是再考慮吧 好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項 第二項叫做 這個男人眉毛斷 這個要先強調一定要先天比較強烈 先天他這個眉毛在中間突然就少了 就叫先天斷 但是也有人後天斷 後天斷就是騎腳踏車啦 或者跌倒就受傷 結果後來長不出來了 那應該是先天比較明顯 因為這眉毛代表一個人的感情 眉毛斷代表他很無情 甚至他的純心可能會純心不良 為了他的目的他可能去做這種 讓女人去人才 要人又要才的事情 這個大家可以更提醒啦 是是是 愛謝你 好 現在要第三項 第三項呢 非常感謝製作單位畫得非常漂亮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畫畫 因為我的下的標題竟然是 閉眼說話 就是有人說他開始說的話 眼睛還是開著 但是他說一說眼睛會閉著 好像在睡 你還以為他睡覺了 沒有 他繼續又跟你講話 眼睛又張開 沾一張又閉著 這種人非常強 心機非常非常的強 耍心機的人 有這樣的人注意觀察以後 那講一講話好像在睡覺 老師這大概60歲以上才會這樣嗎 不要欺負老人家好不好 不是欺負老人家 我們看古裝劇都是會有 都會有閉著眼睛講話 在古裝劇裡面他要表演一個人 如果他演一個人很有耍心機 要用耍什麼的時候 他眼睛故意閉著一下再講話 這個就算了 講一講眼睛會閉下來就算 但是不是真的睡著了 是閉著 所以講話閉著又張開了 有的人是眼睛很小啊 你知道我在講誰吧 你啊 我眼睛還好啊 他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啊 眼睛就很小啊 然後講話就好像眼睛是閉起來一樣 他是閉起來 他根本就閉起來 他就是閉眼說 從頭到尾就沒張開了 這種容易為自己的利益 他既然心機多嘛 他會為自己的利益 他就對交朋友是這樣 那交女孩子當然也是會這樣子 好 最後一項各位覺得這很像奇怪 到底什麼圖 這一個叫做海底松 什麼叫海底松 海底松 海底松就對了 因為我們在人像學裡面 嘴巴叫大海 大海的下面長很多的像這樣子 然後一根一根這樣子 尤其最重點是在猴結 有人這邊有耶 對 就是這一個 猴結很大 然後一顆一顆一顆 對啊 你跟我想的也一樣 一根一根 李醫師就是 你真美麗就掛李醫師 李醫師 誰知道狀況下是 最好他每天最好剃掉就沒事了 但是有些人確實不剃 他猴結大 然後一根一根的這種 好像刺一樣 其實就是鬍鬚鬍渣 一根一根 這個我們人像學就叫海底松 你注意看下這種人 一般來講一生中容易發生車禍 很容易發生災難 然後結了婚 可能就是有點是拋家棄子 不負責任 到處亂跑 好賭婆 好喝酒 像這樣的長相 你注意觀察一下 不一定 我這重點不是在扶鬚 而是主意在 在猴結這一代 好多胡渣 有人這邊長很多毛 有男人這邊長 所以你要剃掉就沒有關係了 至少在後廳裡面 你感覺上你比較乾淨整齊 那邊有長很難剃乾淨 都會青青綠綠的那樣子 每天就沒有辦法 有時候就只好這樣子 那你又不聽 就表示你個性就存在了 你就會加了命運 好 那麼我順便提一下民間層 民間層這四項應該都沒有 對 因為他是病 病的話我們就不能用常理來判斷 但是民間層有個特色 他長相有個特色 我很少看到了 他的上嘴唇一條很長的傷口 對 他有一個疤 早年拍戲的時候受傷的 是受傷的 是受傷的 這個疤應該會多少影響他一些 影響什麼 因為我們嘴巴也代表愛情 男女之間講感情都用嘴巴 第一個接觸就是嘴巴 所以這也代表感情 第二個嘴巴如果有傷痕 通常就代表漏財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他沒有在這四項 沒有大瑕疵 就是那個刀疤 他也不會說什麼人才兩絲 說什麼他自己人才兩絲 不過老師我們加問一下 可能現在就像很多女生 他可能會關心這一點 就是這個 這個在面相上大家怎麼看 大家會很害怕 他的眉齡骨非常明顯 在大足 眉齡骨 眉齡骨 就是眉毛下面這塊骨 它整個凸出來 你們看一下很發亮的 三天十四發 看眉齡骨就知道 眉齡骨很強的 他耳朵會長得好 耳朵大 眉齡骨突出耳朵大的 耳朵代表腎臟 眉齡骨代表精力 這都是不錯的 有嗎 你沒有眉齡骨 他有 對 眉毛也十二發 三天也十二 三天十發 他耳朵長得漂亮 這個做個參考了 是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們在尤其很多女性觀眾朋友 接下來這個故事 要讓大家知道 廖老師 你訪問過什麼樣的女生 總被男人騙的 喔 那個很嚴重 就是有個小女生 欸 你要怎樣 你眼睛閉著 我現在是蘑菇的 來賓在這一邊 那個女生的那個 對 男朋友去服役的時候 在外地 可是呢 他服役其實也有一些零用錢 金剛有那個軍饗對不對 可是每次回來 就丟給他帳單 說那個信用卡帳單 兩三萬 然後他有時候看 這不是有女生的衣物 他說 那是誰的太太 滿月的時候 就是慶祝他一下 滿月為什麼買女生的東西 對不對 有時候買化妝品 這是誰的朋友 誰的女朋友生日 買給他的送給他的 這個女孩子當半信半疑 然後就打電話去問他的同袍 你知道所有男生 其實都會互相掩蓋罪行嗎 可怕說沒有啊 他在這裡就是只有跟我們一起玩 結果那女孩子為了付這些錢 他是打兩份工這樣子 好 那麼過一陣子 女孩子突然發現他懷孕 男朋友回來 就跟他講說 他懷孕了怎麼辦 結果男的說等一下 結果他想了一下說 這樣子好了 我們現在還不要結婚 你現在聽說懷孕的人最能夠 酒量最好 所以你去 他去叫他去做大酒妹 他有個朋友在附近 所以懷孕的人酒量最好 可是懷孕不能喝酒 你知道嗎 所以這很難的 居心頗測 是是 是很爛的人 他跟他講說 你懷孕酒量最好 所以你去做大酒妹 然後你喝到差不多 六個多月的時候 那個肚子凸出來 你才不做 然後我們那筆錢就可以結婚 這個女的居然相信 相信的時候 結果就真的去做了 結果做到六個多月 賺了二三十萬吧 全部都交給男的 但是我來統籌這些事情 結果到七個多月 就將近七個月的時候 就不能做 因為肚子其實已經凸出來 人家也不要你做 不做的時候 他又回來 他就跟男的說 那這樣趁小孩 還沒生下來的時候結婚吧 那男的就說 你現在肚子那麼大 穿禮服也不好看 等你生下小孩 身材恢復 我們再結婚 我覺得這個男的真的很爛 這什麼都能說 就一直不確定 但是女生真的 他什麼他都願意去 很呆 就是很呆 繼續幫他付那些信用卡 繼續回來打工 結果到生了以後 男的就不見了 他也退役也不見了 不見了之後 一直找不到人 最後他才透過他朋友 跟他講說 他其實 男的說 他其實也不愛他 所以就這樣好了 就說大家就分手了 你要嘛不要讓人家生小孩 對不對 你應該跟人家講說 你孩子可以去拿掉 我現在還不想結婚或什麼 居然讓人家生下小孩 騙人家去做大酒妹賺錢之後 才 你說那個女孩子幾何以看 差點死掉 差點自殺 可是那個小孩要養 後來呢 那女生 沒有啊 就一個人後來就不知道他怎樣了 你想孩子有什麼好事呢 是 女生喔 女生尤其年輕的時候 初戀真是有夠 都以為說可以為男人做任何事情 有夠單純 對 所有的女生 真的要珍亮你的眼 待會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就請張聖書老師 來告訴我們哪些命格的男人 要小心他 會對女人使亂中氣